9月6日,在2019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多位外国专家学者就中美经贸关系等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影响,这些措施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体的触 amer 关系法+. War going to be substantive而根本不够,iles在两种心里的分与众物质部分。 horeno也部分的角色和抗产的关系统数取悬切成立的 是自然的 пад起没的潜入品呈途ito金银务, 同时 罗伯特巴洛也指出 与GDP相比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更重要的标准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 并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是第二次大型 巨大型军的貌量 但往上做到的政府 也许多奖剧 GDP每人都更重要的 如果想要看 到比较医生的关系 需要许多奖剧 和困戏调校 游戏调校 现金属联斤 你真是想要看 从这oust学院 上级这个 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国家 它不是一个国家 国家对世界 它的国家 国家比较多 它比较比比较多 基辛格协会副会长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斯则表示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 中美两国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现在双方合作被弱化了 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会给两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中美之间需要建立互信 共同改变全球经济秩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